嫂子怀孕后 我妈送500克黄金给嫂子当礼物 她却盯上了我的百万嫁妆和别墅 成天说她肚子里怀着的是个小派子 甚至当着全家人的面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 爸妈给我买的房子必须过户给嫂子 另外还要给嫂子30万的装修费用 第二 我结婚时不能有一分钱的嫁妆 全部彩礼要回嫂子所有 结婚时还要支付嫂子50万 作为她给我家延续香火的感谢费 第三 每个月我要给嫂子上缴全部收入 作为侄子的教育基金 我妈叹了口气说 既然你不想要 那就拿掉吧 这下嫂子彻底慌了 都听清楚了吗 这些要求必须照做 否则我立刻去医院拿到孩子 嫂子一脸得意的 当着亲戚朋友的面 宣读了三个要求后手道 原本为了庆祝我25岁生日 而聚集在一起的亲戚们面面相去 刚才的气氛也瞬间安静了下来 今天是我的生日 也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日子 爸妈在全市最好的酒店 给我摆下了一桌生日宴 亲戚朋友送我的礼物 堆成了一座小山 上面印着各种大牌的 亲戚朋友们都夸我爸妈会教育 养出我这么好一个女儿 我爸妈看我的眼神里 满是骄傲和自豪 可就在这时 珊珊来持我哥 带着嫂子进了门 嫂子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连衣裙 把三个月大的运度轮廓 勾勒得十分清晰 她刚进门 就迫不及待地坐在了主位上 顺手扔给了我一个袋子 云晴 这是我怀孕前穿的衣服 我现在穿不上了 可都是好东西 每一件都得一百多呢 送给你当礼物吧 不用谢了 嫂子的一句话 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尴尬了下来 毕竟亲戚朋友们 从来没有听说过 谁家的嫂子会送妹妹 穿不了就衣服当礼物 我打开袋子 看到里面的衣服 都已经破破烂烂的 有一件衣服上面 甚至有一块黑乎乎的油渍 我爸妈的脸色也拉了下来 我爸生气地对我哥说 云涛 这就是你给你妹妹送的礼物吗 你们不稀罕 拿回去吧 我哥有些尴尬的 拿回袋子对我爸说 爸 你也太激动了吧 小慧也是一份好意 衣服能穿就行了 他这也是为情情考虑 怕他太年轻浪费东西 我不想让场面闹得太僵 于是接过了袋子笑着说 没事 比亲情一重嘛 亲戚们也赶快打了去圆场 我爸才忍住怒气 又坐回了椅子上 猜上完之后 我妈拿出了一个盒子 递到我面前 对我说 情情 今天是你25岁生日 爸妈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 我和你爸给你买了一套房子 是市中心的200平大平层 位置也不错 就当做你的身份礼物吧 我激动的接过我妈寄给我的盒子 打开一看 是一把钥匙 我们家条件不错 我爸妈也早就说过 将来会给我哥和我一人买套房子 因此收到礼物 我虽然激动 但也并不意外 我开心的拥抱了我爸妈 亲戚们也十分也替我高兴 场面凑热闹的时候 嫂子却重重地拍着桌子大喊 你们凭什么给云琴买房子 她一个女孩 你们凭什么给云琴买房子 她一个女孩嫁出去了 就是泼出去的水 给她买的房子 不相当于给外人了 我肚子里的小太子 难道还比不上我业丫头骗子吗 你们也太偏心了吧 我妈瞬间冷了脸 江慧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刚怀孕我就给了你500颗黄金做礼物 你和云涛住的那套别墅 难道不是我和你爸给你们买的吗 难道只能给你和云涛买 不能给小慧买吗 小慧也是我们的孩子 嫂子听我我妈的话更加激动 她恶狠狠地瞪着我说 当然不行 天底下哪有把财产病人的道理 我绝对不同意 一旁的我爸忍无可忍地站起来 对嫂子说 江慧 买房子花的是我和你妈的钱 你根本管不着 也不用你同意 我们俩也不怕说出来让你知道 我们不仅给小慧买了房子 还给她准备了100万当嫁妆 将来的彩礼我们也不准备要 这些钱以后全都归她 今天当了亲戚朋友的面 我就把这件事说定了 你要不愿意现在就走 嫂子听我我的爸爸话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随后蹭了一声站起来 拿起桌子上的杯子 用力摔到地上 什么 你们竟然给云青这个丫头骗子 准备了这么多嫁妆 还不准备要她的彩礼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 当女孩怎么能有嫁妆 看着嫂子猙獰的脸色 我心里虽然生气 但是也能猜到 嫂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因为嫂子家里重男轻女 她和我哥结婚的时候 嫂子爸妈张口要了88万彩礼 而且这些彩礼 全部留给了嫂子的爸妈 嫂子的陪嫁只有几床被子 但我爸妈并没有介意这件事 因为进门之前 嫂子表现得温柔贤惠之数打理 我爸妈觉得 只要哥嫂过得好就行 没想到嫂子进门之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处处真对我挑剔我 只要我爸妈对我好一点 她就白脸色 我在家里多吃个水果 嫂子都要闹事 知道嫂子为了为人之后 我爸妈也不想让我受委屈 于是我哥和嫂子 搬到了婚前给他们买的别墅里 嫂子怀孕之后 迫不及待地告诉全家人 她肚子怀的是男孩 将来是继承香火的小太子 我爸妈并不在乎 嫂子怀的是男士女 因为我们家从来就没有 重男轻女的习惯 但是能有孙辈 还是让我爸妈十分高兴 我妈当即就去银行 买了500克金条 送给嫂子当礼物 可没想到 嫂子并不满足 还把主意打到我身上 嫂子这一道亲戚朋友们 尴尬的战也不是做也不是 只能劝嫂子少说点 可嫂子却猛地冲到我面前 指着我大骂 云情 你这个死丫头 你用什么办法 让爸妈给了你这么多钱 你拿的全都是我的钱 说完伸手就要打我 我妈一把抓住了嫂子的手 强忍的怒火对她说 姜辉 你怎么能这么说云情 你好好想一想 自从你怀孕之后 你妹妹有多关心你 你吃的燕窝鱼吃人生 都是你妹妹拖做这方面生意的同学 弄得最好的 你脖子上戴的钻石项链 也是你妹妹 用她自己创业症的钱给你买的 你这个人 怎么能挣不着好歹 嫂子却冷笑着说 这是她应该做的 她花了娘家这么多钱 就应该知道回报 不就是给我买点燕窝鱼吃 有什么大不了的 别说给我买一条钻石项链 就是给我买一百条 也还不了她欠娘家的债 我是咱们家的女主人 我就是她的债主 我爸妈被嫂子气得满脸通红 亲戚们也议论纷纷 心直口快的四姨 实在忍不住对嫂子说 小慧 你说这话一点道理都没有 云涛是孩子 云晴也是你爸妈的孩子 你爸妈身为父母 有义务养她 怎么能说她欠了娘家的债 要这么说 云涛也是你爸妈养大的 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还你爸妈的债 我哥听四姨提起她 不高兴的说 四姨 说云晴的事就说云晴的事 干嘛提我 我是男孩怎么能一养 嫂子听到四姨说她 坐在椅子上就开始大哭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你们全家人都欺负我 这个孩子我不要了 生下来也是受罪 说了就开始用拳头捶自己的肚子 亲戚们见状 赶紧拉住嫂子 让嫂子有什么话好好说 千万别伤了肚子里的孩子 嫂子看有人帮她说话 瞬间有了底气 擦了擦脸上的眼泪说 要想让我生下孩子 必须答应我三个要求 否则我就让老云家断了香火 我爸妈也不想让事情继续闹下去 只能一脸无奈的问嫂子 到底要提什么要求 嫂子摸着肚子一脸得意的说 第一 爸妈给云晴买的房子 必须过户给我 另外还要给我三十万的装修费用 第二 云晴结婚时不能有一分钱的嫁妆 全部彩笔也要归我所有 结婚时还要支付我五十万 作为我给老云家延续香火的感谢费 第三 每个月云晴要上交全部收入给我 作为小太子的教育基金 一直到小太子大学毕业 嫂子说完这番话之后 刚才还在打人场的亲戚们 全都不吭声了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嫂子 毕竟他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荒谬 我爸脸色铁青 都被外人骗走了 说完还一有所指的瞥了我一眼 接着说 爸 你的意思就是答应了对不对 我爸冷笑 江慧 按你的意思 只要我和你妈不答应这三个要求 你就不要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 江慧挺了挺肚子 把还没有多大的肚子挺得老高 对 我说到做到 你们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 就别想抱孙子 我爸深吸一口气 猛的一拍桌子对嫂子说 好 今天我就告诉你 即使我没有这个孙子 我也不会委屈我的女儿 我们家从来不讲究什么传承香火 你就是一辈子不生孩子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小情是我和你妈的女儿 谁都别想欺负她 孩子你想要就要 不想要就不要 随你的便 我妈扶着我爸 也一脸坚定的说 没错 你既然不想要孩子拿掉也行 别拿孩子威胁我们 我们不吃这一套 我爸妈的话刚过阴 嫂子立刻就没了刚才的嚣张 她本以为能靠肚子里的孩子威胁我爸妈 却没发现 我爸妈根本就不在乎她的威胁 亲戚们也不愿意再帮嫂子 都等着看她的笑话 嫂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狠狠地瞪我和爸妈 你们竟然这么说 等着瞧 你们可千万别后悔 我妈冷哼一声说 我们绝对不会后悔 你现在立刻给我滚 我哥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 她扶着嫂子对爸妈说 爸妈 虽然想会说话直接 但是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情情再怎么好也是女孩 我才是你们唯一的儿子 俗话说的好 肥水不留万人田 家里的东西给了情情 将来不都让她带到婆家去了 你们把财产都给我 才能让咱家越过越好 我爸妈本来就因为 嫂子说的话生气 我哥说出这么过分的话 更是把我爸气得浑身发抖 他重重地拍着桌子 对我哥大喊 你也给我滚 我没有你这种儿子 我哥不服气地说 走就走 不过你们要时刻记住一件事 我才是云家的香火 我儿子才是云家将来的继承人 说完就连扯带拽地 把嫂子拖出了包厢 晚上回到家 我妈远心疼地对我说 小晴 本来好好的生日 会被你嫂子举毁了 爸妈真是觉得对不住你 我赶紧安慰我妈 没事的妈 一次生日宴会 也没什么要紧的 有你和我爸的 哎呀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我爸妈本来对嫂子 怀孕这件事十分上心 提前准备好了 嫂子怀孕和坐月子的时候 需要用的各种东西 但是经过嫂子这么一闹 我爸妈含了心 再也不管嫂子的事了 几天后 嫂子发了一条朋友圈 人生最害怕的 就是遇见糊涂公婆 不帮着自己的孙子 竟然帮着一个外人 以后老了 别想让我给他们养老 我爸气得 立刻打电话给我哥 我爸在电话里 情绪激动的说 云涛 我和你妈不指望 你给你们给我们养老 以后你们俩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再找我们 我们各个的井水不犯河水 我哥在电话那头 冷哼了一声说 你现在身体还好 当然这么说了 我就不信等 老了还能这么硬气 别想着靠云情 靠女儿根本行不通 我爸手指哆嗦 他把截图发给我哥 对他说 你们俩心里怎么想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和你妈从来没指望过 你们给我们养老 少拿这些事来威胁我们 我爸挂了电话后 气得坐在沙发上 不停地深呼吸 我赶紧给我爸倒了杯水 我爸喝了水之后 才渐渐平复下来 接下来几天我爸妈 因为哥嫂的所作所为 一直闷闷不愣 为了让我爸妈开心一点 我决定把我谈恋爱的事情 告诉我爸妈 我和男朋友周琳 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我和朋友一起创业 周琳是我们公司的客户 我们俩十分谈得来 三观也比较一致 所以在谈了两年恋爱之后 我决定跟他在一起 当我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爸妈的时候 我妈十分开心地笑着说 哎呀 我女儿就是长大了 竟然已经谈了这么久的男朋友 只要你喜欢我和你爸 就没什么意见 找个时间 我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 说说你们俩的婚事吧 几天后 我和周琳约好时间 让双方父母见了面 这也是我第一次 将见周琳的爸妈 一进门 周琳妈妈就十分热情地 拉住我的手 笑着地说 我儿子眼光就是好 小琴不光长得漂亮 气质也特别好 说着就取下手上 一个祖母绿的翡翠手镯 带到我手上 我连忙推辞 周琳妈妈却按住我的手说 小琴 这是你奶奶传给我的 是我们周家的传家宝 你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这个来就是给你准备的 别客气 快收着吧 我低头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手镯 通体翠绿水头特别足 一看就价值不菲 我看了看看周琳 周琳也微笑着 示意我收下来 我只能收下这枚镯子 在饭桌上 我爸妈和周琳爸妈 说起了彩礼问题 我妈慈爱的看着我说 我们这个女儿 从小就听话优秀 她看上人绝对不会错 彩礼一丝一丝就行了 你们给多少都行 反正最后还得带回去 而且我们也给小琴 准备了一百万嫁妆 就当做支持 他们小两口组建新家庭了 周琳爸妈一听 立刻开心的说 亲家 你们真是通情把理 既然你们给了一百万嫁妆 那我们也不好落后啊 我们也出一百万的彩礼 就当是给小家庭启动资金了 我们听说 你们给小琴买了房子 我们也买了一套 精装修的别墅 他们小两口结完婚 就能搬进去 因为彩礼和嫁妆的问题 都沟通的特别顺利 我爸妈和周琳爸妈 十分开心 两家人越聊越投机 我爸和周琳爸爸 互相敬酒 两个人喝得有些微醺 亲热的抱在一起 开始称兄道弟 看着这一幕 我和周琳相识一笑 我们之前想过 我们俩的婚事会十分顺利 但没想到竟然会这么顺利 我和周琳的婚期 很快定了下来 定下婚期之后 我爸妈就开始通知亲朋好友 尽管我哥嫂说出了 许多白眼狼的话 但我结婚 毕竟也不能通知他们 好长时间没有联系过的嫂子 直到我要结婚的消息之后 突然回了家 他一进门就拉着 我脸上带着笑说 秦秦 你结婚的事 怎么只跟你哥说不跟嫂子说啊 我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 嫂子的笑话 我觉得浑身不自在 但我还是回答说 嫂子 我通知我哥 不就是通知你吗 反正你们俩都是要一起来的 客套完后 嫂子开始说出 她的真实目的 她一脸认真的问我 秦秦 对方给了多少彩礼啊 我也没想隐瞒 直接告诉嫂子说给了一百万 嫂子的脸 眼睛蹭了一下亮了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激动地说 秦秦 这一百万彩礼 你可不能全都留给自己 咱爸妈虽然不要 但是我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你亲侄子 你就留给他吧 我爸妈懒得搭理嫂子 所以在他来了后 直接回了卧室 由于嫂子这一嗓子 实在喊得太响 我爸妈被惊动了 我妈冲出卧室 对嫂子说 江慧 上次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 小慧的彩礼绝对不能给你 我们已经跟南方说好了 让小慧把彩礼全部带回去 嫂子激动站起来对我妈说 妈 上次我知道是你们老糊涂了 不跟你们计较 这可是一百万 怎么能让云青带走 这彩礼本来就是 就是应该留给娘家的 当初我的彩礼 就是留给了我爸妈 我爸妈的我的彩礼 我哥买房子了 我爸妈就说了 只有我这样的女儿 才叫好女儿 身为女孩 就是应该贴补娘家 我爸冷哼一声对嫂子说 彩礼的事 我们已经和南方家说好了 不可能再改 你们家怎么想是你们家的事 在我们家 谁都不允许花我女儿的彩礼 嫂子看我爸这么坚决 只能不甘心地走了 我本以为嫂子会就此消停 结果没过几天 嫂子又来了 他一进门 尖着嗓子喊 爸妈 有客人来了 我出门一看 嫂子身后跟着嫂子他妈 还有一个四十多岁 看起来有二百多斤的男人 虽然生嫂子的气 但我爸妈带人接物送来 不愿意给人留花饼 还是十分热情地对嫂子妈说 亲家 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快坐 云晴快去给你照一道水 嫂子妈一笑 脸上的褶子全都堆在了一起 被挤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 依然透着精明 她笑着说 这是我老家的表执 这段时间在城里做生意发财了 她老婆刚死撇下三个孩子没妈 看着怪可怜的 我看男小晴跟他挺合适的 人家说了 只要小晴愿意跟他结婚 也愿意拿出一百万彩礼 而且这这一百万彩礼 还不要求小晴带回去 全都能留在娘家 不比小晴自己找的那个对象强 给点彩礼还要带回去 跟着嫂子来的男人黑黑一笑 露出两颗大金牙 脸上肥肉堆在一起 挤得眼睛都看不见了 她上来就拉着我的手 又湿又滑得手心 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摸着我的手 撕咪咪的说 还是年轻女孩好 这手太嫩了 比我那个死了老婆 不知道强多少位 我为了一阵恶心涌上来 正准备狠狠甩开嫂子的表哥 我爸就冲过来 把嫂子表哥狠狠推开 指着他怒吼 再敢碰我女儿一指头 我让你走不出我家大门 嫂子妈赶紧站起来 陪着笑对我爸说 亲家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他们年轻人在一起 肯定黏黏糊糊的 你别太保守了 又不是咱们那个年代 我妈拉住了激动的我爸 脸上神色也不好看 亲家 你们还是把人带回去吧 我们家小情已经有对象了 不用您费心介绍了 嫂子妈顺手抓把瓜子 边吐瓜子皮边说 亲家 不是我说你 你们家小情找的那个对象 哪有我表直好 我表直现在养住场 一个月不少挣钱 你们家小情都25了 在我们农村 老早就是老姑娘了 能嫁给我表直 这样的青年才俊 就算烧高香了 这都怪你们 当初非让小情上什么学 要我说女孩上到小学 毕业那几个字就行了 书面的越多心越野 就应该趁年纪小找人 把他嫁了 只要人家愿意出彩礼就行 女孩生来 不就是嫁人洗衣服 做饭生孩子吗 嫁给我表直多好呀 一进门 立马就能当上妈 我没想到 嫂子竟然这么无耻 竟然要让他妈 把我介绍给一个妻子去世 还有三个孩子的男人 之前我一直顾及家里的和谐 没跟嫂子起过正面冲突 但这次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冷着脸跟嫂子说 江辉 之前我 直不跟你计较 现在你竟然让你妈 把这个莫名其妙的表哥 带到家里来 你真是太过分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而且快要结婚了 我不想看到你们 你们快给我滚出去 嫂子插着腰大喊 云晴 你别不知好歹 你也不撒泡尿 照着你自己看看 配不配得上我大表哥 我大表哥有的是钱 我这都是为你好 你错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大妈 你们也是 云晴嫁给我表哥 有什么不好 到时候一百万全 留在家里 给你孙子花不好吗 我肚子里怀的才是 你们家的继承人 这点你们千万不要忘了 嫂子还话还没说完 我妈直接冲上去 她一巴掌 重重扇在了嫂子脸上 嫂子震惊地捂住脸 呆愣愣的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我妈指着嫂子大骂 将会 之前我看你怀孕 一直给你留着面子 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算计 我女儿头上了 要把她嫁给一个 死了老婆的男人 我今天就告诉你 从今以后 也别口口声声说 你怀的是我们家的继承人 我不认你这个儿媳妇了 你以后不许再来我们家 嫂子捂着脸 用怨毒的眼神看着我妈 嫂子妈露起袖子 就要扑向我妈 我爸挡在了我妈面前 对嫂子妈说 我爱人说的对 从今天起 我们家没有你们这门亲家 我们也不认你女儿 这边媳妇了 你们现在立刻躲滚 嫂子又气又闹 但是看我爸妈铁青的脸 又不敢做什么 嫂子妈坐在地上 就要撒不打滚 我爸直接拿着拖把 把她赶了出去 嫂子妈和嫂子虽然不甘心 但看我爸一夫 马上就要跟他们拼命的样子 只能跺跺脚 带着嫂子表哥走了 嫂子走了之后 我妈立刻给我打电话 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了她 我本以为 就算我哥和嫂子站在一边 但毕竟我们俩是这么多年的兄妹 她得知 嫂子要把我介绍给一个 40多岁的丧偶老男人时 总会有点愧疚 但没想到 我哥却漫不经心的说 小秦 你也太挑了吧 你嫂子给你介绍的那个表哥 我知道 家里挺有钱的 家里 她也不算委屈了你 人家说了 彩礼可以放在家里给带回去 这样的好事去哪找啊 你自己找的那个彩礼 还得带回去 你嫂子肚子里 可是我们家唯一的香火 你应该感谢你嫂子 给我们家身下继承人 一百万彩礼给他怎么了 你能不能有点良心 我爸伸手夺过话筒 对我哥说 云涛 我和你妈养了你二十多年 没想到你是这么无情无义的畜生 连你妹妹都要卖 好啊 以后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你们以后也不要再等我们家的门 我眼不见没镜 说完 我爸就啪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中午我爸妈被嫂子气的饭都吃不下去 我想尽办法 才把我爸妈逗开心 接下来的几天 我嫂子经常打电话过来 说他肚子里的孩子老是折腾 肯定是这段时间被我们家人气的 让我爸妈给每个月给他十万块钱保胎 还让我给他买之前的厌恶鱼吃 我妈二话不说 直接拉黑了嫂子的电话 嫂子来我们家 我爸妈也直接让小区保安把他赶出去 任凭嫂子在小区里又哭又闹 我爸妈只当不认识嫂子 一个月后我和周琳的婚期到了 我爸妈把存着一百万彩礼 和一百万嫁妆的卡给了我 叮嘱我 结婚之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哥也从外地出差回来 给了我一百块钱红包 我哥一脸不舍的样子被说 小晴 你无情无意不顾我和你嫂子 可我毕竟是你哥 这一百块钱是我给你的红包 你结婚之后可别忘我和你嫂子 还有你没出生的小侄子 我接过我哥手上薄薄的红包 狠狠地扔在了他的脸上 对他说 我不稀罕 这一百块钱我不要 你拿回去留着给你的小太子吃奶吧 我哥歪腰捡起红包 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咬牙切齿地说 好 既然你不是好歹 那我一分钱礼金也不给你 我们家这边有个习俗 就是结婚前一天 新郎和新娘的亲戚们都要在一起吃顿饭 聊聊婚礼上的习俗 避免产生误会 当天两家的亲戚一共做了三个包厢 我和我爸妈一致决定不通知我哥嫂 但我哥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硬是自己过来了 我和我爸妈因为有亲戚在 所以不好说什么 只能让我哥坐下 吃饭的时候 双方的亲戚互相寒暄起来 聊聊我们俩婚礼的事情 氛围十分和谐 但就在这时 包厢门却被我嫂子一脚踢开 嫂子一进门 就一把抓了我哥的胳膊 不顾场合的大喊 云涛你是不是在外面找给女人了 你卡丽怎么会少六万块钱 这钱是不是让你拿去给别的女人了 我哥愣了愣 好像才反应过来 江慧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你没看亲戚们都在吗 那六万块钱我给了云晴当结婚礼金 我们当哥嫂的 难道没有一点表示吗 嫂子听了我的哥的话 立刻把目光转向我 他恶狠狠地叮得我说 云晴 你竟然敢跟你哥要六万块礼金 我们没跟你要钱就不错了 你还跟我们要钱 你要不要连 哥嫂的话让我瞬间愣住了 我哥什么时候给过我六万块钱的礼金 他给的那一百块钱 我都扔还给他了 嫂子不顾亲朋好友都在一把鲜饭饭桌 用尖利的嗓子对我哥大喊 你和云晴是什么关系 是我是你老婆还是她是你老婆 你竟然给他这么多钱 有本事就跟他过呀 我哥红多眼咬着牙对江慧说 江慧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 你要是不想过了就直说 我也不拦着你 现在就去离婚 嫂子一听我哥说要离婚 立刻像疯了一样 撕心裂肺地喊道 云淘 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知不知道 我肚子里怀的是谁的孩子 我怀的可是你们老云家的种 没了我 谁给你们老云家传统接代 我警告你 你要是还想让我把孩子 顺顺当当的生下来 就把你给云晴的六万里金收回来 要让他答应我的三个要求 否则我一定会拿掉孩子 听到这里 原本一脸愤怒的我哥 突然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他拉着嫂子说 小慧你千万别冲动啊 你可不能来真的 你肚子里的怀着的 可是我们云家唯一的血脉 说完又看向我 小慧你得救救你哥呀 你把我给你的六万里金还给我吧 你不能眼看着我妻离子散啊 你嫂子说的 要求你赶快答应了吧 就当是为了你哥 我这才反应过来 我哥和我嫂子是一起 演了一出好戏 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大吵大闹 显得我又贪婪又不懂事 拿着我哥的腕才里 还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哥妻离子散 果然我哥说完这句话之后 亲戚们都来劝我 先本住我嫂子 答应他的要求 以后再说 可我知道 一旦答应了哥嫂的要求 以后他们以后 一定会逼着我 按照他们的意思做 我爸妈也看出了哥嫂的意图 我爸担心的拉了拉我 想把我拉到他身后 但是一直以来都是我爸妈护着我 所以这一次 我不会再站在我爸爸身后 我要亲手拆穿我哥 和我嫂子演的这场好戏 我冷笑了一声 对我哥说 哥 你和嫂子演技这么好 应该去参加奥斯卡呀 说不定还能得大奖赚大钱的 你不用算计我的钱了 我哥尴尬的笑了两声说 小情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和你嫂子还能骗你吗 我勾了勾嘴角说 骗不骗我一会儿就知道了 你昨天给我红包的时候 可是在酒店的大堂里 你猜酒店的大堂会不会有监控呢 我的话刚落音 我哥脸上就立刻出现了心虚的表情 我找到了酒店的经理 跟他沟通了一下 带着亲戚朋友们 去看了昨天下午的录像 亲戚们在录像上清晰地听到了 我哥说给我一百块钱的礼金 也看到了 我把一百块红包扔在了他身上礼物 这下再也没有人相信我哥和嫂子了 亲戚们对他们议论纷纷 我爸妈更是气得 直接要叫保安把哥嫂赶出去 但是嫂子却不知从哪拿出了一把水果刀 抵在脖子上对着所有人大喊 今天你们不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死给你们看 我拼个一时两命 也要让云家断后 我哥也被跟着配合 爸妈 小情 你们怎么能那么狠心 你就就就我们一家人吧 但是因为刚才我哥和我嫂子演的那场大戏 再也没人理他们 我爸妈瞥了他们两个一眼 转身就回了包厢 我更是连一个眼神都懒得分给他们 关上包厢门 我让服务员收拾了一下包厢重新上菜 亲戚们都不再提刚才发生的事情 场面又热闹了起来 吃完饭送走了亲戚 我和爸妈回了家 一打开手机 我就看到了嫂子发的朋友圈 不答应我的三个要求 就别想让我留下这个孩子 这次我是来真的 配图是一张妇产医院的图片 看到这里我都差点忍不住笑出声 刚才嫂子把刀抵在脖子上都没人理他 竟然还想着靠这一招威胁我和爸妈 可能是他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 所以真以为他肚子里的孩子 对我们家至关重要 并且认为我爸妈不可能真的让他打掉孩子 之前不为所动 只是他装得不够像 所以这次干脆跑到了妇产医院 我冷笑着说 没想到江慧到这个时候还要威胁我们 好啊 既然他铁了心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我现在就去给他交手术费 等我们全家赶到时候 嫂子正坐在走廊的厂礼上 我正要过去 旁边却突然窜出来一个陌生男人了 他焦急地扑到嫂子面前哭着说 小慧 我看见你的朋友圈了 你可千万不要冲动把孩子打了 这个孩子可是你和我的结晶了 嫂子惊慌地看了男人眼说 谁让你过来的 你快走 我没想打孩子 我和云涛商量好骗 他们家人的 云涛去买水了 以后要是云涛过来看见你 不就知道我肚子的孩子不是他的吗 眼前的一幕让我们全家惊讶 都瞪大了眼睛 而我哥这时也出现在了走廊的另一头 可男人就不依不饶地抱着嫂子说 他根本不能让你怀上孩子 你跟他结婚一年多也没怀孕 要不是跟我在一起 你怎么能怀上孩子 嫂子肚子里的孩子竟然不是我哥的 嫂子整天用肚子里的孩子威胁我们 口口声声说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们家的继承人 没想到竟然是他和别的男人怀上的 嫂子和那男人正在拉扯的时候 我哥忍无可忍冲上去 一巴掌扇在嫂子的脸上 嫂子捂着脸震惊地看着我哥说 云涛你怎么来了 你别误会 这个男人我根本不认识 他是个疯子 可刚才发生什么 我哥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哥打完嫂子之后 又对他旁边的男人全打脚皮 嫂子赶紧扑上去 求我哥千万别打 我哥咬牙切齿地说 江辉 我一心一意为你 你竟然背着我找也男人 我这么多年的工资全都给了你 你拿我工资去补贴你哥和你弟 我一句话都没说过 你生了孩子之后 我更是把你捧在手心里 没想到你肚子里的竟然是野种 看到这一幕之后 我忍不住暗暗发笑 我哥成天挂在嘴上的继承人 没想到竟然根本不是他的孩子 我和爸妈也没有再继续藏着 而是走到我哥嫂面前 光明正大的看的这一出好戏 嫂子看我们一家人 都出现在个医院走廊上 知道这件事无论如何也瞒不下去了 他会在地上哭着地说 爸妈 你们劝劝云涛让他原谅我吧 我也是一时冲动 我是为了早点怀上孩子 才去找别的男人的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们别让云涛和我离婚 可我爸妈怎么可能帮嫂子说话 我爸丢一句 姜惠 这件事我们管不了 你有今天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们家早就不认你这个儿媳妇了 就连云涛这个儿子我们也不要了 我哥拉着姜惠要去民政局 姜惠死活不愿意去 我哥警告他 如果不去民政局就直接起诉 到时候他出轨的事 身边的所有人都会知道 姜惠害怕被身边的人知道他出轨的事 只能不情不愿地 跟我哥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我哥和姜惠住的别墅 是我爸妈买的 这是我哥的婚前财产 所以姜惠离婚之后 只能近身出户 我哥还向法院起诉了姜惠 要求追回彩礼 因为我哥和姜惠结婚的时间短 而且姜惠还在婚姻中是过错房 所以法院判决 姜惠退回80万的彩礼 姜惠的父母知道 他因为出轨跟我哥离婚 而且还要退还彩礼的时候 跑到我哥家又哭又闹 姜惠的哥哥和弟弟 还拿着铁锹上门狠狠地揍了我一哥一顿 把他揍到鼻青脸肿进了医院 我哥想要回房子 姜惠爸妈就带着他的哥哥弟弟 一大家子住进了我爸妈买的别墅里 死活不愿意搬走 我哥只好花了一大笔钱 请人把姜惠一家赶了出去 姜惠全家被赶走的那一天 所有人都迁怒在姜惠身上 一家人拉住姜惠又打又骂 打了他哭又喊 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打完之后 姜惠爸妈还把他赶出了家门 姜惠无处可去又来求我爸妈 但爸妈是直接让保安 把他拦在了小区外面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姜惠 因为我哥和姜惠离婚时 闹得很难看 所有人在背后嘲笑我哥 我哥成天借酒消愁 一天他喝醉了酒 在大马路上闲逛时 被过路大货车当场撞死 我爸妈被我哥伤透了心 不愿意再管他 我虽然也不愿意管这件事 但毕竟他是我哥 和我有血缘关系 我只能去领了骨灰 随便找个地方草草把他下葬 我和周琳顺利地举行了婚礼 婚后因为有父母的支持 再加上我们两个也十分努力 生活过得很幸福 一天我们俩去附近新开的景区旅游 回来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在路边捡垃圾的女人 看起来十分可怜 我怀疑这个女人是从家里走失了 于是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 我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女人就是江慧 此时她已经神志不清 警察调查后 发现她已经在街上捡了好多田垃圾了 警察联系江慧的父母 但江慧的父母 死活都不愿意到警局把她接回家 最终警察只能把江慧送进了精神病院 看着江慧癫狂的样子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我心里很清楚 她这是活该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我转头拉住了周琳的手 笑着对她说 阿琳我们回家吧 爸妈说 今天让我们回家吃饭呢 周琳握住我的手点了点头说 好啊 我也想念爸妈的手艺了 我们俩相视一笑 手牵着手向爸妈家的方向走去 那里又正在等待着我们的父母